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手脚冰凉的这种症状 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容易出现手脚冰凉以及脚麻的现象 那怎么样让血管更年轻呢 建议你这么去做 首先呢日常饮食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当摄入糖分呢会让我们的身体迅速吸收 导致血糖值骤然向生 那胰岛素的分泌量就会大大增加 胰岛素会将糖分转换成为甘油三质 导致体内血液变得粘稠 其次饮食的顺序很重要需要调整 首先吃热量少的食物 那食物要进行充分的咀嚼 这样做可以有效的减少净食量 有效控制餐后血糖 最后呢说到这儿 想要养护血管平时要多喝水吸食血液 促进血液循环清除血管垃圾 如果条件允许呢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清理血管的 要是同样的食材养护血管的效果会更好 推荐三酱清凌茶帮助清理血管毒素垃圾 被称为血管天然的清洁工 那制作方法呢就是拿清浅柳叶 杀吉扭棒根荷花 菊花山楂桑桑叶绝冰子 玉米须 配置成茶包帮助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 值得一提的是呢 清浅柳叶当中富含的水提物和纯提物 都能够扩张动脉加速血液流动 从而起到预防血栓降三高的作用 俗话说单药不成方 以上要是同源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效果会更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